大家好我是阿天 每個禮拜六是神域更新的時間 那我們來看一下說這一次更新什麼東西 那這邊有很完整的更新內容 我會把連結放在影片的下方 首先是這個彩虹橋更新 彩虹橋我覺得還蠻辛苦的 有點像是劍遠征 怎麼講呢就是異界迷宮那個樣子 就是還蠻花時間打的 然後這個我覺得也是一樣 他跟那個什麼英靈電一樣 你就是每天打一點進度 然後這個自然每天都會獲得一些資源 然後等這個屬性升上去之後再挑戰 那我們到時候來看一下說他是更新什麼東西 好 英靈電是勳章這個不影響 然後神域歷代記繼續往上開 那幻境關卡是紫上UR的這個角色 那獎勵也是比較好 好 英雄拼圖有更多的選擇 不錯喔 我們存的這個 這個什麼10抽10抽 就是為了英雄拼圖 好 工會有多的旗幟 這個樣子 好 然後聊天 然後分享功能 分享獎勵每週獻領一次 希望是鑽石 文物的調整 不錯喔 那這樣子的話 應該加成會更多 大佬會更開心 好 那再來是10月1號的更新 先預告 阿斯達三神 彈君王解 那這一個是新的UR角色 UR角色出蠻快的耶 因為我記得這個 不是那個什麼 這什麼 瑪爾杜克嗎 他不是才剛出而已 那 這個UR培養還很久 然後在新英雄的這個活動 開天節 上一次是那個 黃道十二宮 好 那我們再繼續往下看 UR添加更多的關卡 哇 十二變成36 不過獎勵應該更多吧 然後英雄的BUG修復 凱隆 這是新的半人馬 愛與和平 15秒之後 他射出的每一個箭頭 都會移除目標的護盾 原先好像是15秒的時候 他會天上那個箭 咻咻咻咻 然後目標護盾會消除 但是現在是15秒之後 每一箭都會移除 這個護盾 那我覺得這樣子還蠻合理的 那不管怎麼樣 就是應該是很好用 好 然後呢 其他BUG修復 終於 虛空之門的紅點提示問題 戰鬥分數重置問題 這個大家已經 這個反饋給官方很多了 好 那這個是 這是什麼結語喔 好 請大家繼續支持神域喔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次的這個更新 都這邊多了一個活動看板 什麼東西咧 這裡 看一下喔 這個跟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那個 中年慶典一樣 讓你比較清楚知道說 這個 一個月份的更新 更新資訊嗎 好 像現在是彩虹橋 跟這個英雄拼圖 然後下個禮拜六 是 新造型阿努比斯 然後地公 喔 地公尋寶 其實這樣子比較好耶 我覺得做這個很方便 因為這樣你就知道是說 像那個什麼 英雄拼圖跟地公尋寶 這些都是要這個 英雄10抽 然後可以獲得一些資源 這樣你就知道說你要存多久了 然後第15天 開天節 就是 現在是 第15天 就是10月1號 新的UR角色 然後第22號 哇 這個好像沒有什麼意義 這不是炸彈人嗎 炸彈人服飾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信件喔 神獸迴響活動 喔 我第三名 終於終於 沒有人跟我搶 這一次我花了大概350 第三名 也算不錯啦 喔 獲得好多資源喔 好 好伺服器 預告 OK 諸神黃昏 已經亮起來了 虛空之人 終於亮起來了 不要忘記打 這個樣子 然後呢 目標就是 其實也還好 你重點1500把這個全部拿到就好了 好 然後呢 彩虹橋 開始戰鬥 有什麼不一樣嗎 需要一對戰鬥 然後牽到 對啊 這個其實 有的時候你打不過 你就是慢慢掛網 慢慢掛網之後呢 你就可以獲得這個資源 然後呢 刻印就會慢慢的升級 那基本上齁 無腦升 等一下 對啊 無腦升遊俠 先無腦升遊俠 這個樣子 遊俠齁 點上去 反正我們是玩什麼隊 洛基 什麼是最新手的 洛基 什麼是最CP值最高的英雄 洛基 就這個樣子齁 前期 30張之前齁 無腦培養洛基 真的是不會錯 就跟殷斯路一樣齁 無腦培養 那個亞伯 亞伯拉罕不會錯 好 那你升上遊俠之後呢 就開始推吧 彩虹橋 有比較好推嗎 也壓 不錯齁 我一口氣你壓到111層了 欸這個 他可能是按照你的那個 那個基本的那個 那個什麼戰力值吧 所以我現在一口氣跑到111級 然後領取齁 那這個增收的話呢 是看你的乘數齁 所以說 你可以再多拼幾層再增收 不過其實還好啦 影響不是很大齁 所以你現在增收的話呢 就是在這個階段 如果說我再拼10層再增收的話 這個分數會比較高 那這個也是一樣齁 打不過呢 你就增收吧 反正每天增收 增收次數就是那個樣子 增收完之後呢 點一點就過了 那另外呢 像我現在點到5級之後呢 他現在不是已經上線了嗎 這個樣子齁 因為這個還是有些新玩家不大清楚 好 像一開始的話 最多就是點到5級嘛 有沒有 點到5級之後不能再點了 好 點到5級 這個點的應該可以再加速一點齁 好 點到5級了 那不能再點怎麼辦呢 就是把所有的職業都點到5級齁 雖然說 你可能會想說 欸我沒有上什麼法師啊 我可不可以省下來 不要點法師 不行喔 你就是這個 你想要再繼續點到6級 然後6到10 11到15 16到20 blahblah的齁 你都必須要先把其他都全部都點到5級 才可以再升上去 那6到10也是一樣 當你這邊點到10級之後呢 你也是要全部都點到死才能再升上去齁 好 所以這彩虹槍的部分齁 看來目前看起來好像沒有什麼不一樣 欸等一下 我們先打個一關再說齁 但是這個是111級的齁 那 呃 好啦 我先打一下 這是111級的 我只有 我只有點遊俠 呃 好像也可以齁 齁 讓你看我的洛基 洛基PK 沒有再怕了 齁 我的洛基有加成齁 我其他呢 我其他還沒有點上去啊 好過關了齁 好 這是彩虹槍的部分齁 慢慢打吧 好那再來呢 呃 四鍊之地 兩倍四鍊之地 不錯喔 這個金幣跟這個經驗值 金幣跟經驗值也是永遠欠的齁 還有星塵這些的 這跟升級有關係 萬神殿 萬神殿 這一次 沒有做修改齁 欸 等一下喔 這個 選勇氣 拜拜 先切出來 然後現在是八別塔活動齁 我有285個槌 這一次要拼前三嗎 呃 哇 這個第一名的也太可怕了吧 第一天就衝422神 就是告訴你 不要追喔 那另外浩月之輪的話呢 因為你要抽50個 你才可以獲得這個輪盤大獎 然後呢 他又不會保存齁 所以說呢 呃 這個如果說你要 抽足50次的話齁 我們看一下說這一個 這個 他的那個說明齁 浩月之輪的右上角 2到5 6到10 11到15 16到20 一路到50齁 他所需要的這一個刻印都不大一樣 那由大佬算出來好像是7400 7500左右齁 所以建議存到7500 浩月刻印的時候 你再抽 這樣才可以 才可以抽到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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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四的這一個浩月之輪齁 所以你不要齁 現在就 就想說 欸 才60齁 好便宜齁 我抽一下 不可以齁 千萬不可以齁 因為 他的這個進度會清空 所以你一定要存到7500齁 你算7500齁齁 你一定要存到7500齁 你再抽齁 雖然說7500齁 還不夠把這個所有的都抽到齁 因為這個 這個機制一定是很很機歪齁 就是說這個 天造寶珠齁 雖然說 這個他放在裡面齁 但是他一定是讓你要抽到 可能 可能抽到這個 這個五十六十齁才會 才會中 但是沒關係 你的目的是要這個 這個文物嘛 所以說你至少存到7500再抽齁 因為他這個 他這個越抽 需要這個刻印會越多 好 所以說這個是 這個什麼 八別塔的部分 周人物循環周人物 這個不變的 那還有什麼東西呢 神域利大計 這個關卡 我現在打到40就打不下去 UR沒有列 那再來是什麼 英雄祭壇 這個 限定召喚更新了 水啦水啦水啦 太好了齁 每次就在等這個東西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活動中心 英雄拼圖 他變什麼東西呢 哇 界面有一點變齁 可以選的英雄變多了 原先好像是只有8隻而已 然後現在 現在多了隨機的喔 喔 8隻 這個什麼講 123456 6隻之外呢 多了額外的4個 也就是說 這幾個你都不滿意齁 你可以 你可以隨機挑 不過這也是隨機的啦 UR UR就 UR就沒有齁 但是我基本上 基本上不會到UR 就 這個除非真的是要有課金才會有齁 所以這只是選好玩的 好我們看這次的角色喔 奧丁丁不錯啊 對不對 奧丁繼續培養齁 培養到滿 然後再來的話 這個加百列也是在活動裡面齁 欸 活動過了沒啊 看一下 活動過的話我就 不急著培養了 加百列 哇 還剩兩天時間喔 培養到 可以啊齁 再培養上去的話 還可以拿一個 對不對 動態頭像 再繼續往上的話 有一些困難喔 那加百列都加百列吧 畢竟是新角色 未來應該用得到 然後再來是卡珊德啦 凱龍 欸凱龍也是在活動裡面啊 凱龍現在還剩幾天啊 凱龍看一下喔 凱龍的話還有15天 那就選凱龍吧 誰先啊 等一下喔 不能重複選擇 等一下我們先選擇掉 凱龍先好了齁 然後再來是加百列 好啦這些都是新角色齁 從左到右開始拼圖 開始 然後一樣是32片齁 所以是這樣子一共有96片 那我們看任務齁 每天上線齁 這樣子總共是14天 完成每日任務是25天 所以說免費就39 一定可以獲得一支32片嘛 然後真理抽獎齁 這個大家都有存吧 抽獎就是這個東西齁 這個東西 好 所以這個齁 也是存到 存到這個才開始抽 你看我現在抽一次 抽一次之後呢 這邊應該就有加2了 呃呦 看任務齁 羅盤抽獎這邊 兩片了齁 這個地方 所以說你就是 用7次就好 現在就存下來 然後每召喚10次 碎片加2 然後再來就是花心石 所以你要獲得URR角色呢 就是花心石齁 不過呢現在還有珠珠活動嗎 有珠珠活動就 就可以比較好 啊珠珠活動消失了齁 所以說這個就是 好吧 就是看你要不要為了這個URR角色課金齁 那我是覺得 這邊我是省下來的 因為我就是一個月 然後呢 這個除一單齁 我覺得這樣子算是 怎麼講 就算夠了齁 CP值也是比較高齁 好 那影片的最後呢 我們就來個抽抽樂吧齁 看看說這一次運氣如何齁 反正這個剛剛那個是要抽多少齁 因為正好是這個限定英雄的活動嘛 所以我限定英雄抽完之後呢 應該所有的這個任務就可以解了 所以剩下的普通抽啊 什麼陣營抽啊 好友抽我就會留下來 留到下個禮拜的那個 什麼什麼寶藏迷宮的那個活動齁 所以這邊的話呢 10次英雄碎片加2 然後一共30合體 也就是說你抽160次 這個任務就可以解完了 164嘛對不對齁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限定召喚齁 這一次是天召還有呂布 哇我呂布滿了 但是滿的英雄沒關係齁 滿的英雄呢 他會 他會跑到這個魂域這個地方 那魂域這邊呢也會有這個 專屬的這個碎片齁 所以說也沒有關係齁 那如果說你是VIP12的話呢 這個英雄你可以自選齁 但是我還沒到 然後VIP14的話是中間可以自選 那這邊的話呢 我選擇誰勒 呃 當然是選擇跟這個英雄培養有關係的齁 所以我選擇凱隆齁 這個樣子 好凱隆齁 等一下確認一下 到底是哪一個比較有價值呢 是加百列還是凱隆呢 我們來看一下齁 要選誰勒 加百列的話是為了這個頭像 頭像還好 然後再來是10個UR碎片 這有點辛苦 凱隆的話 八個神格自選 四個魂魄自選 這個是還蠻好用的齁 好所以先這個樣子吧 那就抽出兩隻天招就結束吧 OK開抽了齁 開抽了齁 鑽石就是流到現在 馬上呂布就來了 然後呢這個呂布來了之後呢 他會在商店這個地方 這裡 可以 信物轉換 就這樣子 轉換成10顆 好繼續抽吧 沒有關係啊 好這樣子 20抽 我重點是要UR的肥料 對不對 好然後再來齁 再來就是用鑽石了 欸 凱隆來了 OK 然後再來 好 再來再來再來 伊邪嫌娜美 好亂出了亂出了 好沒關係 寶底來了 凱隆 黑蒂絲 喔我黑蒂絲真的蠻多張的 有人在用黑蒂絲嗎 好 好是誰呢 呃 欸奧丁丁 奧丁丁 OK奧丁丁很好用喔 好再來齁 沒有中 還是沒有中 好保底來了 保底的UR來了 凱隆 好不錯齁 我凱隆還剩一次 限定召喚真的還蠻 還蠻準的 潑射分離 亂跑 再來 再來 好 20抽不中了保底的來了 娜且 欸不錯喔 這個是我們的這個龍女補師喔 這一次UR運氣不是很好喔 要抽到保底才出現是不是 20 呂布來了 30 又是黑蒂絲 是為什麼呢 啊10抽必出UR 這一次抽到保底了 哇我的鑽石齁 一下就沒了 欸加百列來了 欸加百列 好 來來來欣賞一下UR的這個動畫 這是保底齁 天造是個非常強力的這個法師喔 好抽了一大堆然後 繼續齁 繼續抽完再說 好然後呢再來齁 還有一次保底嘛對不對 欸 為了保底要再抽嗎 凱隆剩一次 凱隆只剩一次 啊沒關係啊 抽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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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是要抽給大家看嘛對不對 20 30 凱隆 好了 凱隆出完了 40 50 60 好已經160了 加百列出來了 弗雷亞也不錯啊 我的凱隆次數已經沒了 然後接下來是兩個呂布 那呂布的話我也滿了齁 但是沒關係他可以變成活域 一次 兩次 呂布 三次 哎唷我的鑽石齁 沒有關係齁 好 看這什麼東西呢 喔又是奧丁齁奧丁可以用 114保底 再來 哇這一次齁 損失我的 阿努比斯 這一次我的鑽石噴好多喔 哇真的是要保底耶 所以我才說沒有保底UR的話 絕對不抽 呂布 抽完了抽完了 然後 60次必出UR 那沒辦法 硬著頭皮抽了 一次 等下鑽石會不共 但是沒關係 兩次 三次 保底 奧伯隆 4次 哇 真的是要給我保底耶 沒有了 鑽石不夠怎麼辦呢 我有存喔 奧伯隆 那且 好那且 來看看我存的齁 這個存夠多了吧 這個箱子 來喔 來看看齁 一個箱子大概開出幾個 10個 480可以開出最低有4800吧 好啦我們一次開480個箱子喔 123 哇 23370啊 存箱子齁 真的是非常的爽快 我又回到萬之輩了 再來齁 好 繼續存兩個禮拜齁 再來齁 呃 這個最後10抽 哇 所以說這次運氣不好齁 真的是 真的是大絲血齁 所以如果說這個左右兩邊的英雄抽出來的話 差不多的話 Ur就 就不要拼了 蛤 伊賢娜美 喔 喔 有Ur又有這個SSR喔 好啦 那影片就到這個地方啦 然後 欸不對不對不對 我們還有很多事要做喔 把剛剛抽到的給合一合吧 升階升上去嘛 看一下喔 天造 升階 天造大神 還有誰可以升階 黑蒂絲 好 黑蒂絲你也升了 龍女 喔 又升一階 還有誰 欸 欸 沒有波曬盾沒有抽到 波瑟芬妮 你也升一階 還有誰 加白裂 喔 你也升一階 好 我拿到一個動態頭像了 水喔 然後 再來是 凱龍龍 凱龍龍 喔 我升個兩個 喔 讚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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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一下可以領支援了 還有誰 還有誰 我剛剛好像有抽到 奧丁丁啦 對不對 喔 也快要升階了 還有奧伯龍 還有伊邪娜美 伊邪娜美 伊邪娜美好像抽到兩隻喔 喔 伊邪娜美 差不多了吧 喔 還有你喔 阿努比斯 喔 升階了升階了 好 阿這個 這誰 海克 欸 海克利斯忘記升了 是不是 海克利斯有人用他嗎 好 喔 還有你喔 李順成 欸我剛剛有抽到李順成嗎 還是我一直忘記升階啊 好 圖鑑開一開喔 這個經驗值大升級喔 俠百列 然後這邊 李順成 升級了 好啦 那影片就先到這個地方啦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 我們下次見 掰掰